上一集的留言有一位朋友就說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如果出街吃飯的話要怎樣怎樣餐 那我就覺得呢 如果只說德文的話 可能會有點悶 所以我就會回答一些 關於出街吃飯的德國文化 還有什麼德國菜 是介紹給大家的 第一集開始之前 記得給我一個讚好 還有看完這集之後 可以留言和訂閱這個頻道 Hello 素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束食得宇第三集 又是我節目主持Travis 我們要吃德國菜的話 其實大部分人都會比較偏向南部 德國有分兩種餐廳 一種就是普通傳統家庭式的餐廳 就是室內食的 有一些叫做 Beer Garden 露天茶座的方式 就是專喝啤酒 吃豬手 給人看看足球球 這個地方實在太大了 視應都顧不到這麼多遊客的話 你可能直接就可以 skip了 這個被人帶位的步驟 就直接進去這個 有空位你就可以坐了 雖然德國沒有什麼踏桌的文化 但是禮貌一點的話 你都會想問一下 別人這裡有沒有人坐的 Is here free? 就說這裡是不是有人坐的 或者這裡可以坐不坐的 你已經坐下了 但是遲遲的視應都還沒來找你 不過來說 其實如果你就這樣舉起手 叫那個視應 其實是很沒禮貌的 實際情況的話 我們就會用我們的眼神 這樣 看著他 遲遲的視應 視應說你想要點餐 或者你是準備好了 視應通常都會說 Come so forth 即是說我來的 當他拿了一張餐牌 Dekater的時候 Beer Garden 看到的食物 來來去去都只有幾種 經常看到的烤香腸 Heart Wars 德國豬手很有名 Heart Wars 通常德國的啤酒 就很大 去到茂尼克 南部 最普通的尺寸 就可以去到我的頭更大 當別人問你要 Course or the Klein 要大啤酒 還是小啤酒 你真的千萬不要在南部叫Course 又或者你想賣單 如果你想跟那個視應有眼神接觸 但是視應遲遲都不來找你的話 那你就可以跟他說 Enschuldigung Besalen Bittu 德國他們的視應 就不會說 誰叫他就會過來服務你 即是可能 如果有四個Waiters 我們Waiters的德文叫 Kärna 或者女人叫 Kärna 他們就會自己劃分四個區 那你那個區 就是會由一個視應去負責的 所以你不可以隨便叫 視應B或視應CD去負責你 就算你的食物還沒吃完 但是如果你的碟上 你把你的刀叉放在上面 視應都會看到你放在刀叉上面 你就會認為你已經吃完了 循例都會問你一句 Sensee schon fertig 即是說你是不是已經吃完了 那你這個時候就說 Yeah Isch bin fertig 又或者是 Isch bin foil Isch bin salt 即是說我已經飽了 然後他們就會問你 Bertern Sie noch fast? Bertern Sie noch fast das wo? 咖啡也可以 可以蘸多杯啤酒 你可以問他有沒有甜品介紹 Gibsner fast für Nachtisch 通常在德國來說 有很多特色的小菜 住在柏林的話 我們這個的特色名產就是 Kürriwurst 咖喱腸 雖然之前的影片 Monkey就說 這裡的Kürriwurst 真的很難吃 因為通常Kürriwurst 是一定要配上薯條的 Pormice 其實很簡單 只是一碗茄汁 放進去 叫做Kürriwurst 那些 效果的腸 然後再切 之後 再加一些咖喱粉 那就叫做咖喱腸 另一樣東西 就是如果你真的去到南部的話 就一定要吃它的Kürriwurst 之外 還有就是Leber Kürriwurst Leber Kürriwurst 其實聽起來 就是一個乾的芝士 聽起來很腹 但是吃起來 其實是很過癮的 吃Kürriwurst 你會想 感覺就像是吃芝士一樣 但是其實它是用牛肉 豬肉 混合而成 然後再放進一個 好像麵包焗出來的形狀 再把它切成像麵包形狀 我另外也很喜歡 德國秋天的一種食物 Swiebel Kürriwurst 是巴東福天堡 就會有這個食物 是用洋蔥再加一些叫做 叫做 煙肉 放在鹹的餅上面 就焗出一個 像是一個批的形狀 它不是一個甜品 它是一個煮食 北部多數都是吃魚 那我之前住漢堡的時候 我會經常去魚市場 Fishmark 那就是漢堡最出名的一個景點 那就是你星期六呢 如果party到通宵 然後星期日早上 就一定要去這個魚市場 Fishmark 阿托娜那裏 去吃這個叫做魚包 所以其實德國菜 不是說不好吃 只不過肉多菜少 因為德國主要出名的菜式 都是來自於南部 而且南部人很喜歡吃肉 肉之外都只是吃薯仔 薯仔的菜式也有很多種 Anyway 不知道今天集裡 你有沒有幫到大家去學到一些 德國的飲食文化 以及去檢餐的德文 去到尾聲 記得留言告訴我 你上下集就不知道 什麼德國的文化 或者德文 還有就是 訂閱這個頻道 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還有隔壁的小叮噹 就不會錯過每次影片的更新通知 我們下一集 速食得意醉 Cheers 我愛你 我愛你